各位高中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崇維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8月5號 台北股市今天上漲了31點 基本上今天的盤勢 但是我還是把它稱之為叫做震盪的一個整理格局 很多人現在對台北股市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 甚至認為說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 它已經完全步入一個空頭市場 事實上台北股市它不是到了今天才步入空頭市場的 是早就步入空頭市場的 這波台北股市從這個地方出現了跌破前低的狀況下 整體的一個前面的一個多方結構已經被破壞掉了 但是來到了這個位置點 過去這一個禮拜以來 微博一直跟各位朋友講說 來到了這個位置點 也就是8500點以下的台北股市 就短線這個地方而言 我認為已經進入所謂的超跌 也因為進入了超跌 微博在節目裡面一直請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股票不要再去殺低了 但是問題是什麼時候才是確認 很多人想說今天漲了31點啊 台北股市今天漲了31點啊 是不是要開始往上起漲了 還差一個條件 博瑞指標的日線它最主要是在判斷趨勢 30分線是判斷短線對不對 好各位同志朋友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博瑞指標 我們從大盤部分來看好了 來各位這是大盤 我們拉近一點好了 這是到今天104年8月5號的大盤 這是日線 日線所代表意義叫趨勢對不對 好各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一波台北股市下跌的博瑞指標 好當博瑞指標向下的時候 台北股市會下跌這個沒有問題 好重點來囉 各位有沒有機會轉為向上 這個才是重點對不對 我們從今天的動能線來看 我說這個地方都是進入所謂的低檔區了 為什麼叫做進入低檔區 從這個地方以來動能線它都開始 是不是來到了數字已經是來到了7了 所以7的範圍 各位同志朋友 博瑞指標有高低檔之分 80到90以上叫高檔 20到10以下就是低檔 所以目前的大盤它已經來到所謂的一個低檔區域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在博瑞指標沒有向上以前 台北股市它不能叫做確認止跌 你會看這幾天 包括8月3號也好 這是8月3號微博給會員的低通訊息 我說這個地方 到了8500點以下的台北股市 它是進入了一個超跌段 但是必須要靜待博瑞指標轉上 博瑞指標日線一定要轉上 才能確認止跌 這是8月3號這樣講 包括8月4號我們的看法其實也是一樣 但是日線它是還沒有轉上的 這是8月4號一樣給會員的低通解盤訊息 我們認為8500點以下的台股 它是屬於進入超跌 但是台股需要等日線轉上 才會有波段多方走勢 也就是什麼叫做訊號 當日線確定向上那一天 那個才叫做訊號 在日線沒有向上之前 都會叫做震盪反彈 所以其實今天的走勢 還是屬於一個震盪的結構 只是這個震盪的結構 微博已經開始站在買方 也就是說現階段你問微博說 這個地方我們要做多 還是要去做放空 我選擇做多 放空其實並沒有肉 很多股票可能你認為說 還在跌啊沒有錯啊 但是它可能沒有卷 它可能空不到 但是有的股票 我看到更多的股票 是已經落底 甚至出現了開始上漲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包括我們認為8500點以下是超跌 對不對 包括8500點以下是超跌 然後我們都是站在折優布局的角度 包括今天我們給會員的第一通訊息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是今天8月5號 台北股市8月5號一樣早上發給會員 各位 台北股市今天還是屬於一個量縮嘛 各位 你看一下成交量今天上漲了31點 但是成交量部分 也不到900億啊 也只有800多億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各位各位朋友 目前要等到日線不日指標 確定向上台股 就能確定止跌啊 不過8500以下的台股 已經進入超跌了 反而可以折優布局好的股票 各位 目前現階塊就是在這地方 還沒形成不日指標向上 不會有漲勢 所以必須要等到不日指標向上 在沒有向上之前 反而可以去買一些股票 但是很多人在現階段 各位你看昨天的融資還減少了45億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很多人在現階段 他是趕快殺股票賣股票的 他是站在賣股票的角度 但是我還是在這邊提醒各位 很多股票已經陸陸續續出現了見底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各位你到今天 其實台北股市今天上漲了31點 成交量沒有放出來對不對 成交量一樣是屬於800多億而已嘛 好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想這個是 各位如果有看新聞報導 應該知道說這個禮拜 我們即將有一個很強勁的強台 要來清洗台灣 大概就是在復興節前後這個時間點 那大家現在盤勢 跌到這個地方8500點 現在又遇到颱風 各位你會不會擔心 甚至有的人會想說 真的會止跌嗎 那如果止跌 我也等颱風之後再來買啊 好各位的朋友 微博特別把過去的例子 把它找出來給各位看 我們先來看這一次的颱風部分 也是微博想要提醒各位一下 這是今天8月5號的新聞 這一次的颱風 它的名字叫做蘇迪勒 這個蘇迪勒 包括美國啊 包括各國的一個所謂氣象媒體 各方面的話 他都說這個地方是有史以來 非常大的一個颱風 所以各位的朋友 不要去輕忽 那這一次時間點剛好很巧 他來的時間點剛好是在 8月8號復興節的前後 也就是說 復興節 我們會遇到一個颱風 那各位 你去回想一下喔 在過去這幾年的 大概10年以內啊 8月8號復興節前後 然後造成台灣很重大的一個 所謂風災水災是哪一個 88風災嘛 過去的88風災 甚至連高雄小林村都被滅村 微博特別把 尚維基百科把這些資料找出來給各位 這是在88風災88水災 88水災它又稱作 因為那個是莫拉克颱風嘛 叫做莫拉克風災 或者是88風災 也稱88水災啦 各位那一次它發生 在2009年8月6號到8月10號 剛好這個時間放假 因為最準確放那個颱風假 但是因為它剛好是8月8號 所以造成一個中南部 很重的一個水災 那個水災造成了681人死亡 18個人失蹤 所以同樣的 這一次的颱風跟那一次颱風很像 包括結構包括時間點 8月8號都很像 所以颱風部分的話 防臺部分 我請各位不要輕忽 但是跟股市有沒有什麼影響 各位 現在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地方因為 就算我敢買股票 但是颱風要來了對不對 那會不會說颱風來了 會造成什麼災情 微博特別找過去例子給各位看 我們先把時間點確認一下 微博給各位看 88風災 當時候台北股市 後續的一個發展 88風災是在民國98年 也就是2009年8月6號到8月10號 2009年就是民國98年 好 我們先找出民國98年的台北股市 來 把時間點找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100 花一點時間 差不多了 好 各位 來喔 8月6號 這一天 好來各位 這是99年 抱歉抱歉 我再一次再一次 98年8月份在這邊 這邊 這沒錯了 來我們對一下日期 民國98年8月6號 這一天 然後 隔一個交易日 就跳到8月10號了嘛 沒有錯嘛 8月6號隔一個交易日 就跳到8月10號 為什麼 因為剛好這個時間點 遇到了88風災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沒有錯啦 各位 8月10號之前到8月6號這個是88風災 也就是 上一次很嚴重的一個 颱風災情的一個時間點 好 各位的朋友 很多人會把颱風啊 天然災害 然後跟股市把它連接在一起 我不能說沒有影響 但是你看過去歷史的經驗喔 上一次98年 2009年 88風災的這個時間點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台北股市 經過了幾天的震盪整理之後 這一天上漲 139點 也就是 各位 8月10號開盤 然後震盪震盪震盪 98年88風災過後的8月13號 台北股市上漲了139點 欸 不是台風嗎 台北股市反而上漲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看喔 上漲之後 拉回之後 後來怎麼漲 後來這樣漲啊 我把它稍微說小一點 當時候8月8號是在這邊嘛 當時候是這樣漲 也就是 88風災的時間點是在這個地方 來各位 98年8月10號是在這地方 後來這一天上漲139點 後來88風災後 台股是這樣子上漲 所以很多人會擔心說 這個地方 因為台風的關係 那台風關係 本來就應該要提早做準備嘛 你看現在那個農夫各方面 他們都在採收 就是怕去影響了災重的一個問題 那股市 很多人會把股市跟台北股市 跟那個風災 也就是台風 把它連結起來 然後說 颱風一定會造成怎麼樣怎麼樣 我拿過去88風災的例子給各位看了 當88風災產生很重大的一個災情 但是台北股市 它一樣會有自己的一個走勢 所以 接下來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來到今天8月5號 博樂指標已經來到這個位置點了 現在缺少了一個叫做 博樂指標確定向上時間點 那個確定向上時間點 就有機會來帶動台北股市 未來走出一波的一個反彈 所以這個時候會不會到我不知道 但是請各位可以做好準備 因為微博陸陸續續 現在已經開始做布局股票的一個動作了 因為如果形成超跌 我一直跟各位講 8500點以下台北股市它會形成超跌 超跌 反過來講就有超額利潤 我用另外一個例子舉例給各位聽好了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投資房地產 如果這15年來 大概是這10年來 你有買房子的人 都賺錢 沒有錯吧 買房子都賺錢 我買了 我可能是投資客 我去買了一間房子 這間房子我把它裝潢一下 然後我可能一轉手 就賺了200萬 300萬 500萬 比比皆是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賺錢 很多人在股票市場裡面賠錢 好 房市現在已經反過來了嘛 房市慢慢要下來了嘛 好 各位觀眾朋友 股市的道理它跟房市的道理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各位你去回想一下喔 如果未來的台北市也好啦 台中市高雄市 或者是你所知道你想要去買房子 我問各位啊 如果房價未來跌了兩成啊 你會不會想買房子 如果未來房價跌了三成啊 你會不會想買房子 你懂我的意思嗎 股票市場往往就是因為 經過了急跌之後 經過了急跌之後 它才會產生一波很多股票 可能因為產生急跌 籌碼殺出去 你看最近融資比例跌了這麼多 當融資比例殺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不管是在技術面也好 籌碼面也好 甚至從博樂指標來看也好 都跟你講 8500點以下 進入所謂的超跌區 所以超跌區 你如果去尋找一些好的股票 具有價值性的股票 還有殺很低的股票 各位 它就有相對的利潤可以去 去賺到這樣的一個利潤 相對它也會比較安全 微博想要提醒各位在這邊 所以很多人 我不曉得你認不認同我的看法 微博從那個台風的部分 來跟各位講 台風並不會直接的去影響到台北股市 那台風不會去影響到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目前缺乏的是信心面 也就是缺乏的叫做博樂指標向上 一旦等博樂指標向上 台北股市它就有機會展開一個反彈波 所以目前現階段 微博還是在節目上面提醒各位同志朋友 有很多股票不要去殺低了 不要去殺低了 那至於是哪一些股票 等一下 微博下半個階段 我們從股票部分 來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塊 使命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陳通投顧陳老師 股市操盤系統 全市場唯一 由老師親自教學的軟體 是全市場唯一 簡單又有用的指標 只要您擁有保證交道會 支付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陳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準分析穩健獲利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股市中的常勝軍 陳通投顧值得的托付 02-7552-5868 加一香活菌豬肉 全程活菌飼養 自然提升豬汁免疫力 絕無藥物殘留 活菌豬生產自動化電載 低溫分切 低溫運送 一貫作業流程 是從牧場到餐桌都安心 且外銷日本的活菌豬肉 價一香活菌豬肥瘦都好吃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現階段台北股市到8500.1以下 從技術形態來講的話 它都有機會形成一波反彈 那反彈它會帶動很多股票的一個上漲 那這些股票有的上漲是應該要賣 有些股票反而有機會讓各位可以有一個波段的獲利 只是我要提醒各位 尤其是目前套牢很多股票的投資朋友 你要仔細想一下 是不是要在這個地方 把股票全部完全做一個殺出動作 你會發現歷史一旦在重演 每次都是這樣子 當很多人放棄了 當很多人賣出去了 當很多融資下降了 當斷頭賣壓出來了 台北股市它就會漲一波 目前現階段很像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有很多股票 它都來到所謂的低檔區 什麼叫做低檔區 低檔區 比如說100塊的股票跌到50塊 叫做低檔區嗎 不可以這樣判斷 高低檔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數字來做一個定義 不論指標有高低檔資分 80到90以上叫做高檔 20到10以下叫做低檔 那來到20、10以下的時候 其實如果它還在向下 它都有可能會跌啊 問題是 等它一旦轉為向上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反彈 你會發現很多股票 跌下來的時候 都會讓人家很 失去信心的 我來簡單舉例一些例子給各位看好了 各位 這一檔叫3017的旗紅 今天漲停板 對不對 好我們不要看今天喔 旗紅這一波也是這樣子跌下來 好各位的朋友 到昨天旗紅也幾乎打到跌停板啊 沒有錯吧 今天的旗紅拉到漲停啊 但是到昨天之前你看 打到跌停 反彈一下 又打到跌停 好重點來啦 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昨天之前 昨天你把旗紅假設啦 把它賣掉 今天漲停板了 如果你用博勒指標來看 來 這是3017旗紅 這是旗紅的博勒指標 我們看到昨天為止 這是到昨天為止 這是到昨天為止 8月4號的漆紅 沒錯齁 來我們看一下 佛勒指標 高檔還是低檔 動能線數字9 9代表什麼意義 當動能線數字來到9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 其實他都進入低檔區了 當這個低檔的時候 因為他還沒向上嘛 還沒向上之前 他都會跌嘛 這個沒有問題齁 但是各位 你要賣在這邊嗎 當你賣在這邊的時候 你不曉得他是低檔 一旦賣在這邊的時候 很抱歉 這檔股票今天直接 拉到漲停板 其實這類似股票非常非常多 我們再來看一些 跌很深的 來各位 這叫2456奇力心 今天漲停板 好但是到昨天之前 各位你看他怎麼跌的 一樣啊 遇到了台北股市重挫 很少股票可以幸免於難 也就是 之前做多的人 都套勞啦 這是絕對的啦 但是套勞之後 你要學的去處理 難道就是套勞之後 我就把它賣掉嗎 不是 你要看他後續的狀況 如果你要賣掉的話 可以 你要有本事去買到 其他的股票會漲的 這樣才可以把你虧損部分 把它賺回來 所以現階段很多股票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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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來受不了的時候 你看 跌下來的時候量都出來啊 當這個量能出來的時候 表示大家都把它賣在這邊啊 賣在那邊 所以你來看一下 他的伯樂指標 這是256齊立心 這是齊立心的伯樂指標 他會跌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他會跌是因為伯樂指標向下 但是各位 當他跌下來的時候 請問各位老師朋友 來到這個位置跌的時候 請問他是高檔還是低檔 伯樂指標數字會講話嘛 對不對 他跟你講這地方叫做低檔區 低檔區一旦轉為向上 他有可能會反彈啊 要賣 也要利用反彈賣 就算套牢賣 都要利用反彈賣啊 懂我的意思嗎 跌停板去賣它 然後賣之後隔天漲 那個是最歐的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股票目前現階段 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來再來舉例一檔 低價股好了 各位這叫81050巨 之前也是跌對不對 狂跌對不對 好各位 你會發現 現在越來越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這是81050巨 之前跌的原因是 因為伯樂指標向下沒有問題 好啊各位 我請問各位 來到昨天的時候 是高檔還是低檔 各位這時候超跌 超跌的低檔區 超跌的低檔區 一旦形成伯樂指標向上 各位 他就上漲反彈啊 結果 你如果假設昨天前天 你把這檔股票賣掉了 哇 今天它要漲停板了 再來一檔 這叫3234的光環 各位光環這一波也是跌非常慘 對不對 光環跌下來反彈 又再跌各位 這個打到跌停板啊 打到跌停板的時候 請問各位 3234的光環 這是光環 這是光環的伯樂指標 請問各位 這是高檔還是低檔 結果高檔不賣 來到低檔的時候 一直把它賣出去 那你要賣出去可以 你把它轉股 你至少要轉換到伯樂指標向上的股票 或者是打底型態的股票 比如說好了 舉例我們布局什麼樣的股票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布局的股票 會漲有它的道理原因在 來各位 這個是7月28時候 我們布局2207的核泰車 因為它是打底型態 博瑞指標向上 所以在416塊的時候 去做買進的動作 核泰車 買進的時候它沒有漲喔 買進了之後到8月3號 各位 它還跌到哪裡 402塊 我們在416塊買 它還打到402塊 但是各位的朋友 為什麼沒有賣出 有它的理由 這是核泰車走勢 我們是在這邊請會員布局的 布局之後還往下打 往下打了之後 各位的朋友 如果一般來講 要殺出去啦 對不對 我們沒有賣出去 因為核泰車的博瑞指標 它就是在低檔區 而且它是屬於這樣子 跌下來的打底型態 這個打底型態 一旦成功的話 就有機會表現 所以我們才會去做 買進的動作 買進去之後 它就算拉回 沒有關係 因為它博瑞指標在低檔 果然沒有錯啊 8月4號上漲26塊 來到428 今天又再上漲16塊 來到4444塊 各位 破例就是這樣子來的啊 所以各位的朋友 現階段很多股票 都是類似像這樣子的股票 只是我們的時間不夠 我們看我們能講幾檔 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4966 來各位 這叫F普瑞 這一波也跌很多了 有F普瑞的人還要賣嗎 不要賣了啦 為什麼 來給各位看一下 請問一下F普瑞是高檔還是低檔 好我們看這個是F普瑞沒錯嘛 各位 這樣子會判斷了吧 一旦等它向上那一天 它還沒向上當然有可能跌啊 它還沒向上當然有可能跌啊 比如說好了 各位 2454連發科 今天又再跌10塊 那連發科今天跌的時候 各位 請問是高檔還是低檔了 它已經在低檔了啦 反覆的殺籌碼啦 所以像這樣的股票 其實應該是要開始站在買方 也就是說 當利用它跌的時候 來做一個布局動作 你反而後續會有利潤可言 我們再來看一些股票 比如說像3152的景德 各位 景德今天上漲啊 但是這一波景德也上跌的很慘啊 來到目前為止景德 請問是高檔還是低檔了 它還是向下沒有錯 但是它也開始來到低檔了啊 懂我的意思嗎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啊 來我們再來看一檔 大家之前熟悉的叫宏達電好不好 各位宏達電今天上漲2.2元 好 那宏達電的博樂指標是怎麼樣 想看嗎 來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是宏達電的博樂指標 2498宏達電 這是日線 目前的宏達電博樂指標 它是打底型態 博樂指標這邊有向上 所以各位 有宏達電的不要賣 至少要等反彈再來賣齁 各位的朋友 所有股票操作一定有它的邏輯跟道理 你只要抓住了原則 也就是會漲的股票 它是博樂指標向上的 那博樂指標向下股票 你就暫時先避開 以這樣的操作方式 你才有辦法把過去可能產生的虧損部分 慢慢慢慢的給它討回來 那這樣的方式 微博都會來教各位 我希望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我也希望我們用我們的方式 把之前賠錢的部分 我們一一的把它討回來 對各位來講的話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如果不知道怎麼操作 微博上開雙手 歡迎各位加入博樂家族 那我們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興趣環窗專利複合式島塊 使命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陳通投庫陳老師股市操盤系統 全市場唯一 由老師親自教學的軟體 是全市場唯一簡單又永用的指標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全东东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常振军 陈通投顾 局长的托付 2752-5868 陈通投顾陈老师 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有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支付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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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